有关和平力量网的落实 第一个 和平力量网的运作如何展开 这个是技术问题 我给联合国的建议 这个大会之后 一定有一个长线的机构 成立一个机构 负责的策划来推动 它才能够落实 所以这个问题 我有意在今年找一个时间 跟联合国秘书长来讨论这个事情 我会到联合国去做一次访问 那么第二所需经费如何结局 这个经费我相信不难 世界上爱好和平人士的人很多 一定能支持 我们自己有卫星 这卫星是租的 有五颗卫星涵盖全世界 那么在香港是没有下来 但是装一个小碟就能够看到 在亚洲上空我们有两颗卫星 24小时播放我们的将军 全球都可以能够收到 只要装一个碟就行了 不收费 你可以长远地看下去 我们没有划过远 没有向人捐过钱 就是银行开一个账号 我们每一天播个一两次 就会有人寄起来 可以维持 不容易 卫星开销很大了 居然能维持 维持四年了 所以我们有信心 我给刘长乐讲 刘长乐天天拉广告累死了 我说我不拉广告也能活 我说你只要播一顿好东西 一定有人支持你 后面那么去拉广告 拉广告 所以能够好的下去 所以联合过 真要搞 联合过的幸运声望 比我高得多了 我们这四人 那支持的人一定很多 所以这个经费不操心 我们很有信心 有把握